男人是如何看待离婚不离家的前妻的? 离婚不离家啊 它就是真正意义上的 把你当免费的保姆用 还是不能辞职 不能有私生活的免费保姆 我们曾经资讯过这样一个案例啊 这个来访者离婚过后 他老公说 哎呀 现在孩子还小呢 接受不了他们离婚 再加上孩子是婆婆带大的 孩子也和婆婆亲 而且他们也没婆媳矛盾 如果当单亲妈妈 确实没人帮她看孩子 就说啊 还和婚前一样嘛 不过继续帮忙看孩子 两人离婚不离家 当然 难道还主动提出来 我们分房税嘛 等女的条件具备了 孩子大一些了 再看怎么来安排 这样的安排听起来还挺合理的 谁都不吃亏 所以这个来访者也同意了 可是这样生活了一段时间 他又觉得离得跟没离一样 家务带孩子一样不少 老人生个病 看个医生也是得他带着去 和离婚前不一样的是 他前夫可以彻底不管家里的事 他也说不着人家 而且他前夫离婚后 也不怎么给抚养费 说反正孩子都在家里吃喝 我妈还在免费帮你带孩子呢 也没问他要钱 他虽然不爽吧 但是毕竟孩子真的需要人看 所以他就当自己是个单亲妈妈 家里的事情啊 钱啊就没有计较了 他前婆婆呢 总是会时不时的问他 哎呀你想不想再找啊 有没有想过复婚呢 有一次他还听到他前夫问婆婆 有没有人给他介绍对象 再后来呢 就是有时候他加个班 或者和朋友聚个餐 他婆婆就会打电话 催他赶紧回家 弄得他一点社交自由都没有 他又觉得总是这样也不是个事 就想搬出去啊 大家各过各的 但是婆婆就劝他 哎呀要不你们复婚算了 我也去劝劝我儿子嘛 老实说呢 他们这样生活 他也是动过复婚的念头的 因为当单亲妈妈真的难不说 离婚以后 他和前夫的关系 却好像啊 比以前好了一些了 就最起码是两人不吵架了 他前夫也不像以前一样 动不动就贬低啊 打压他呀 或者冷战之类的 加上前夫提出来的 离婚不离家 他又觉得 可能是他俩缘分还没有尽呢 可能是啊 这个男的呢 不想跟他真离婚 可是呢 男的又没有提出来 关于复婚的问题 他一个女的 又不好意思提 正好婆婆提出来了 他就想着 哎 再去前缘 也挺好的 他这不就是开始等 前夫那边的反应了吗 或者反馈啊 果然有一天 他前夫就跟他说 哎 有没有时间 我们聊一聊 一聊 结果是他前夫找了一个新女朋友 所以跟他提出来 他们要分开住 让他搬出去 我们海量离婚不离家的案例里边 真的没有一个结局是好的 男的无一例外 最后都找了新人 但是在他找到新人之前 不仅正大光明的可以用你 还对你有要求 还不让你出去找 所以女人真的不要太恋爱了 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婚了 只要男的提出来离婚不离家 女的就不要觉得 是他对你还有感情 如果他真的对你有感情 那就分开后 让他继续追你 如果有爱 天涯海角都能找到你 都能追婚女 对吧 所以你们换位思考一下 离婚不离家这种事情 谁受益 谁吃亏 就明白了他们为什么 要这样提建议了 谢谢大家